第五實體 當整體在光滑水平上運動 細線從A處斷裂 而水平拉力F任以原來的大小持續施力 此時木塊一看 丙整體的加速大小為多少 我們一樣有兩個做法 第一個就是我們前面的認真努力算 根據我們前面所知道的F等於MA 然後呢作用在三大案上產生加速度3 我們的施力的F呢就等於9M 就是我們前面算過的 那麼現在呢還是F等於MA 但是我的受力質量只有幾根柄 所以只有2M 所以加速度不知道 那麼這個施力是9M 所以A就等於2分之9 2分之9也就是4.5 所以這是我們的認真努力算的方式 有求得的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因為F等於MA 那麼我們今天我們的施力是固定的一樣的 所以我們的M跟A呢就要承認是所謂的反比 所以呢我們一開始是夾A柄三個質量 所以是3 那麼他的塊只在乙柄 所以他的呢是2 那麼他的加速度比呢 第一次是原來是3 所以寫3分之1 因為要反比 跟我們要求的X分之1 所以呢就變成3分之2 等於X分之3 所以2X等於9 X就會等於4.5 那這樣也一樣求出來我們答案是4.5 所以第五實力問我們說 此時木塊乙漢秉整體加速大小為多少 我們答案選的是B 4.5公尺每秒每秒 然後吧 4.5公尺